当鲨鱼将标题改为不上战神剃光头 但被狙击翻车鲨鱼玩不起居然叫上冠军ZOO车队 过程究竟有多刺激 决赛圈小黑鸡和鲨鱼独守厕所 直男和A妹则是变身小鸡为他俩回能量 嫂子不幸做到观战席 鲨鱼和小黑鸡身处小厕所位于圈中 此时场上还剩20名敌人 很快就遭到了一对满边的突袭 鲨鱼对枪残屑打药 小鸡直接拉出去第三层 敌人司机这样开车鼠式被吞 杀鸡躲到厕所不怕远点架枪 厕所外的敌人可是他 看到这里宝子们应该明白鲨鱼为什么决赛圈喜欢待在厕所 一手难攻敌人帮架枪 而且密不透风疯狂抽把 和安全区刷新也不得不禁卷 自己的老马被淘汰想给几乎生意人去偷敌人老巢 这什么拳的模样 回头街上鲨鱼直接顶禁卷 继天地守时聚三直接挺进敌人老巢 2v3瞬间转换为2v1 最后一人小飞机为鲨鱼探点驻鲨鱼拿下淘汰 我走我走我走 对 那下啊我跟你 你别一边 你别一边 我看了一边怕的 我别吃穿你吃穿鱼哥 你再出来我吸气火力了 我脸我脸是这 前方有危险 黄车里面黄车里面 由于此时是晚上11点半 半个小时离不剃光头差11分 鲨鱼迫不及待开启下一把 话不多说进入队局鲨鱼小队在传场过渡中期 鲨鱼前期被淘汰太早导致一个淘汰营能 没想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机送上门隐 远见的音也是直接让给鲨鱼 这有人机有吧 好那个萝尼吧 萝尼来吧 清彪 清彪清彪 人机是假人机 真的真的真的我瞄着他 嗯 你假人机 真的假人机 除非他装的那场的像 战神局太过质量鲨鱼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躲在屋里 猴眼一侧居然发现一个狗分仔 你哪有人呆啊哥们 这也是本局第二个淘汰 最后的决战时刻鲨鱼拉了多大的鲨鱼 鲨鱼将头埋进土里以防备爆头 其余猛男一人留下这猴两人顶将其灭队 实在太出声啦 这冠军车队欺负一个妹妹还把淘汰让给了鲨鱼 额队员是个妹妹 额队员那边 额队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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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来跟我来 我搭到里面 时机起提15分 打开排行榜发现超榜3分 最后的15分钟还够一把度假斗 不犹豫直接开本局称之为鲨鱼头发保卫战 本局第一个淘汰出自鲨鱼起码乱逛击倒与直男塔位的敌人 第二个淘汰则是鲨鱼在科学馆击倒骑马乱逛的敌人 第一把海岛小飞机带鲨鱼吃鸡第二把度假导直男让鸡第三把MA让鸡三个冠军队员太给力了反观鲨鱼还不想剃光头表示表示 来到决赛圈鲨鱼小队卡其他队伍进去 队友不小心掉下去鲨鱼以为直接上随即自己紧跟还好没发生 看过小飞机视角的都知道小飞机拿MA当三级甲用 最后喜提16大分鲨鱼貌似解锁住车队真正的用途 每晚风神全靠他们最后欣赏风神食客 谢谢大家 今天我走住了 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都要稳住 我也不需要继续 Ah 乐子又不需要继续 uh 乐子又不需要继续介绍 好